咽喉肿痛的情况很是常见 很多人第一就是想到吃药 其实是药三分毒 相信这个说法大家都知道 咽喉肿痛其实按摩一个穴位就能轻松搞定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咽喉肿痛只擦一个穴位就搞定 太神奇了 这个穴位就是水突穴 水突穴位于颈部 胸锁乳突击的前侧边缘 喉结斜下方 按摩水突穴时正做 用右手从左边掐患者水突穴 有动脉硬手 按到腋下微痛 剥肘隐痛 手指酸麻 将大致轻轻抬起 绝热气从胳膊手指出 再用左手从患者右边掐水突穴动脉 按法与上痛 令四肢脉气发散 除了穴位按摩 大家还应该做好咽喉的防护工作 远离各种刺激性环境 避免对咽喉产生危害 戴口罩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要避免熬夜 睡前也不要吃太多的东西 有条件的还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增加身体的抵抗力 这样可以帮我们远离咽喉肿痛危害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健康心经 更多养生小视频等着你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就点个关注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